巴西大臣聖保羅在二十五號 歡慶建成四百六十九年 當地職業走鋼索表演者 塞拉錫克 異高人膽大 在兩棟高樓間設立全美洲最長的鋼索 要挑戰極限 事實上當天挑戰走鋼索的 有兩名高手 不過焦點都放在穿著黃色洋裝 綻放美麗笑容的塞拉錫克 他打著赤腳在寬度只有二點五公分 離地三十八層樓高的鋼索上 搖搖晃晃地走完五百一十公尺長的鋼索 這名年輕的女性職業鋼索表演者 在過去兩三年間竄紅 經常在臉書上分享自己在都市 和大自然間的高空挑戰 讓更多人看到不一樣的巴西風情